打工的埃塞俄比亚人编导的话剧《无人倾听的呐喊》在贝鲁特上演 剧中讲述了在一对黎巴嫩夫妇家里做工的莉莉的故事 遭到男主人性侵的莉莉试图帮助自己和跟她一样做保姆的莫娜 但不管是职业介绍所还是大使馆都没能给她任何帮助 最后发现自己已经怀孕的莉莉和莫娜一起逃走了 话剧编导和女主角莉莉的扮演者是32岁的泽盖耶 泽盖耶已经在黎巴嫩生活了13年了 开始那几年她也曾经被雇主虐待 现在她是工人权益的坚定捍卫者 我希望通过这个短剧提出一个问题 这就是我们怎么能容忍这种情形继续下去呢 莉莉和莫娜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 幸运的是泽盖耶现在的雇主酷涂让不但善待她 甚至还帮助她修改剧本和做必要的准备 泽盖耶仅自己的努力帮助和她一样的姑娘们 我支持她 我家里大小杂事完全由她做主 我不会对她指手画脚 泽盖耶和在黎巴嫩打工的许多外国人一起 在休息日的时候到外来务工者之家等非政府组织帮忙 在排演无人倾听的呐喊过程中 泽盖耶得到《外来务工者之家》里教师和学生的帮助 我们是两年前见到泽盖耶的 那时候她刚刚开始写作 我们这里的一位老师帮助她一起写完了剧本 剧中所有人物都是外来务工者之家的学生和工作人员扮演的 因为他们每星期只有星期天能来 所以我们花了大约七个月才把整个剧本拿下来 参加无人倾听的呐喊演出的大都是外国工人 还有几位支持外来务工者权益的黎巴嫩人 这次演出的所有收入都将用来帮助在黎巴嫩打工的外国工人求医问要